钱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使用的必需品 工作得到钱 消费付出钱 钱作为资本就在流动 资本在流动中就产生了价值 工作创造价值 消费得到服务 我们每个人都是资本运作中的一个小小的螺丝钉 那什么是资本运作呢 官方说法是资本是对资源的支配权 通过资源支配带来更多的支配权 叫做资本运作 说起来都很拗口 是不是觉得很深奥 没事 我们来看几个故事 一听你就明白了 第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小镇 每个人都债台高筑 靠信用度日 母天来了一位有钱的外地旅客 走进一家旅馆 拿出一张一千元钞票 放在柜台上 说想挑选一间合适的房间 就在此人上楼看房间期间 店主抓住这张一千元的钞票 跑到隔壁屠户那里 支付了他欠的肉钱 屠夫有了一千元 横过马路 付清了猪农的猪本钱 猪农拿了一千元 出去付了他欠的饲料款 那个卖饲料的老兄 拿着一千元 赶快去付清他招机的钱 有了一千元 这名妓女冲到旅馆 付了他所欠的房钱 此时旅客正下楼来 拿起一千元 声称没有意见满意的 把钱收进口袋 走了 这一天 没有人生产什么东西 也没有人得到什么东西 和镇上所有的人 问题都完美得到了结局 第二个故事 一天 一个银行家的儿子 好奇地问他爸爸 他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 银行家放下手上的事情 微笑地让儿子 把冰箱里的肉拿过来 儿子拿过来了 银行家让他再换回冰箱 儿子把肉又放回冰箱后 方明其妙地站在那里 银行家盯着儿子看了一会儿 终于笑眯眯地说道 猪肉原来在冰箱里 现在还在冰箱 但是你的手上 是不是拖了什么东西 儿子看看手上的猪油 第三个故事 A给了我一张5000万的存单 我找到B 让他拿这个存单 到香港做抵押 贷出5000万 香港的贷款利率比大陆低 我拿着这5000万 到意大利去找C 在意大利给A买了一个酒庄 还申请到了两个移民资格 买了酒庄以后 C把酒庄抵押给意大利银行 贷出5000万 贷款利率比香港还低 我拿着5000万 买成红酒和橄榄油 运回国内 交给A去卖 赚了3000万 5000万变成了8000万 剩余了5000万 从香港拿回了存单 又去意大利 赎回了酒庄 到最后 A得到了3000万的利润 一个酒庄 外加两个移民的机会 第四个故事 有一个文化人 几年前去香港发了财 后来回国投资失败了 签了一屁股债 于是他打起了资本运作的主意 他先在维京群岛 注册了一个A传媒公司 并以A名义 与各地电视台 签了一揽子协议 协议规定 A公司将免费为各电视台 提供一定时段的节目 回报是 A公司每天几分钟广告时间 接着 他又找到了某节目制作公司 承诺向该公司进行投资 回报是 制作公司必须向A公司 每年提供若干小时的节目 一切搞定之后 他向一家股票 已成仙的香港上市老板奖 他手中掌握着 大量的广告时段经营权 这足以是他每年获得 几个亿的广告收益 老板听后 决定以现金加股票的形式 收购A公司30%的股权 该文化人 立即成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 所获现金 拿出部分投资给制作公司 以兑现诺言 如此这般一番后 股价大涨 文化人又成了有钱人 时间不超过两年 只要善于整合资源 把各方利益摆平 就会出现硕果 纵观当事各方 电视台有广告时段 节目制作耗费大量人力财力 制作方有节目制作能力 没有资金 上市公司有资金 却又没有项目 而文化人什么都没有 却把它们整合在一起 从而凸显了价值 再通过资本运作 使这种价值得以在股市上体现出来 资本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资本的流动和运作 让一块钱变成十块钱用 真正的高手能盘活资源 实现价值的提升 商业模式 不仅能使企业的资源 价值得到最好的开发 同时能够使资本进入你的企业 这必然会放大你的商业机会 看完这四个小故事 大家是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了呢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除了资本运作 更是出现了先免费 后付费 众筹等等这样新型的商业模式 一个小姐离开了夜场 应聘了一家贸易公司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把二十个已婚男同事给办了 然后辞职 几天后小姐给二十个男人 发了同样一条短信 怀孕了 需要五千做人流 一次性支付不再麻烦 三天后收到了十万块钱 这是什么 跨界加用户规模 加服务个性化 先免费后付费的模式创新 二十个男人 每人出二百五 凑够了五千 打给他去打胎 这叫众筹 二十个男人 每人出二百五 凑够五千买营养费 生下的孩子卖十万 十九倍的收益 这叫创投 孩子是虚构的 根本没怀孕 这叫招股说明书 小姐也没有去应聘 只是准备去 这是创业计划 赞助小姐两百块 去执行此计划 并约定收益分成 这叫风头 小姐去贸易公司上班 老板不发工资 允许其在男同事身上 赚各样的钱 这叫羊毛出在猪身上 让狗买单 典型的互联网思维 贸易公司老板掏钱 包装小姐参加选秀 进入演艺圈 砸钱拍电影电视剧 并承担其经纪人 这叫资产重组 加风险转移 小姐拍母电影一夜走红 票房爆棚 老板投资回报翻几十倍 这叫成功上市 这叫你对商业概念 是不是更容易理解了 对于资本运作和商业模式 你还知道哪些呢 欢迎留言评论 并关注我的频道 下期再见